yoohoo 大家好 我是JOMOMOLINE妹妹妹 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是哪里 这里就是我们的Avira Medini 上一次带你们来看了 那个SHONIN BELLIN 我们上次看是Type A跟Type B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Type C在哪里 今天我就带你们来看这个Type C 而且现在这个Type C是我们最新的Face 然后是在这里的最后一个Face 然后数目非常的有限 现在已经很多人book了 所以我就赶快带你们来看 OK 好 我们的地点在哪里 如果没有来过这里的人呢 我们现在是在Medini Iskandar 然后这一区是非常特别的 外国人购买买卖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然后这一区呢是比较是靠近Second Link的啦 靠近新加坡Second Link 大概5到10分钟就能够到了的 然后这里附近呢 国际学校 然后华销 然后你要讲那种商店啊 Gialgrosser啊 Mall啊 Starbucks什么 基本都有啊 邮站什么电影院 这里这一区都已经有了 都是上成熟的区啦 OK 然后今天带你们来看的是这边很独特的这一个 一个lander来的 为什么讲很独特呢 因为它的设计你可以看到是 真的是很外国烧啦 基本上真的很外国烧 然后呢 这一个发展商也是大公司啦 是ENO 然后我也不多说了 因为之前我影片都有讲过啦 如果你想要来更多就看我其他的影片 我已经到过你们看这里全部的地方了 OK 今天就等等带你们来看Type-C 这个最新的这个 然后Type-C有什么特别 基本上它特别就是它有保可尼 然后它的整个设计呢 也是比较感觉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过来看 所以我这个Type-C 我们新的这个face呢 是还在见着的啦 预计明年这样子咯 然后现在带你们看的是我们的 Corner的Unit 但是基本上这边的设计 不管你是ENO还是Corner 基本上里面的设计是一样的 它就是只是这个Lens Size 所以这个是Corner 可以给你们看下 OK 一进来的话 这个Deck就是 现在你们看到 这个就是你们交方拿到的样子 是Action Unit OK 所以就是它已经做好这个Deck了 然后 这个就是它的很特别的一个点 因为这边的物质是27x65长 宽27x65 然后这一款的Square Feet 相对于A跟B呢 Build out会大一点点 是2290Square Feet 然后这个就是它很Signature的 做一个Court Yard 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种棵树啊 种上去啊 还是怎样都好啦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单位 OK 那一天哦 带一个顾客来看 那个顾客一来 他就讲 哇 这里的用料真的是看得出 跟其他发展商是不一样的 这用料真的是很很 就是看得出那个Quality是有在的啦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在这边 它的特点就是哦 它很多这种Sign Indoor 像我之前讲过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 喜欢吹那种自然风的 你的客厅 你的sofa放这边还是什么 你这个打开 你这边要一点小小BBQ啊 什么都可以 嗯 然后还有就是呢 这边其实是 它的厨房的area 它的设计其实这边是 饭亭 这边是饭亭 然后底下这边 就是它的厨房的area啦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啦 像有些人讲 厨房过来一点也可以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那个咯 这边可以做一个 除什么这样子 然后你看 它转很多门 这边也是有 所以就是讲 基本上你开哦 它是很通风的 这样子你看 嗯 你这样你吃饭啦 还是你要煮东西 你就开开开开开 啊 就不用担心有油盐的问题啦 这个就是它的这边的这一个 因为早期啊 其实这一区是没有什么 那种 garden terrace 然后现在就很普遍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算是一开始 有这样子的新的概念的 的 像目前的 所以它后面就是 就是这样子 这边 就是 可以跑啊 你可以看 你看这个鸟 就是在这边 你可以吃饱在那边走走啦 然后你小孩子在后面这边玩啦 骑脚车啊 相对来比较安全 因为后面是不会有车辆经过的 然后也比较好看 这样子哦 就 就整个很外国style 这样啦 去 如果你平时也没有什么大煮的话 其实你自己做一个island 你自己做一个island 做一个小小货饭厅都可以 然后这边你才做你的厨房咯 因为其实啦 你没有什么大煮的话啦 这个厨房已经够好了 就是dry的 然后 你要擀室的你就坐在这边 这边 这边咯 你要煎东西啊 炒炒炒啊 就在这边咯 嗯 看 然后后面这里就是可以晒衣服啊 等等的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mat room 跟一个mat的toilet 可以看到 不错哦 OK 我现在带你们看楼上 这一间是三家一房 三家一房 然后 他的楼下是没有那个房间 然后我们就直接上去看 哦 然后这一款哦 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之前的video咧 他的楼下layout 基本上是跟泰比是一样的 所以他一进来这边是有powder room的 给你看 很多人问我powder room是什么 powder room就是有的洗手跟上厕所 但是没有的冲凉啊 OK 他的马桶是在后面这一家 因为这种就是给你有客人啊 他就直接来上 他就不用走到你家里面 就很有饮食咯 也很方便啊 如果你从外面回来 人游三鸡 这里先解决 来到这里上面呢 就是我 个人觉得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超级高挑的 超高挑 等下你上来哦 你看那一面 他有那个玻璃很漂亮 我喜欢 玻璃窗 那个玻璃窗就整个拆光很漂亮啊 你整个楼道都有那个阳光 洒进来的感觉 然后这里也是你看 超高 然后他只有这个 你看 我很喜欢看云 天空 我觉得很漂亮 好 就你枕间 你看我们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枕间真的很亮很亮 OK 上面的内容就有点不一样 我先带你看主人房 那个主人房 看了 等一下你一定喜欢 来你看进来哦 这里就是你ward drop的地方 ward drop的地方 你看到扯 一二三四五扯 五扯宽 然后他的厕所 我每次带你去看 然后我就想双面盆 双面盆是吗 他的双面盆是做一左一右 然后还给你两副镜子 你整个就是还可以看后面 我觉得很特别 这个设计就很有酒店的style 而且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buff top 超美是吗 这个也很美 然后他就隔开了 这边就是冲凉 冲凉放在这边 然后 厕所在这边 我很喜欢这个厕所的设计 然后这个又很大片 就很亮 可以看一下 可以来到这里 你的床就可以摆在这边 床摆在这边 然后这里可以放个电视 还是什么这样 然后他就有 balkoni 你看 就balkoni 而且balkoni已经做好这个deck给你了 所以就 你可以直接 你要中华花草草 什么都可以 然后你看 那个b 这样中华就很漂亮 然后你看对面 他放一个椅子 你有听到鸟叫声吗 你看你听 有鸟叫声 所以你一大早可以起来在这边 这边喝咖啡 你喝一个咖啡这样 就OK 然后这里 楼上他给的都是实木 就是他们很新鲜的实木 然后在这边 就是我们的 其中一个方 看这边 这边 这边也是有balkoni 你看 他是那种小小的啦 但是他就是可以给你通风 什么 因为他后面是有garden嘛 所以他就是也是可以给你一个通风 早上可以在旁边听到鸟叫声 或者是你没有这么多人住 你就拿来做study room 就可以开这个 或者你要拿来做一个你运动 gym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楼上的厕所 可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然后就到我们的最后一间房间 嗯 看这个size 而且啦 因为他是有包那个冷气嘛 你可以看哦 他的冷气也是已经做好好这样了 我是觉得很美一下啦 你可以看他是香进去这样子 他其实是香进去 嗯 就很美观咯 你可以看他的全部都很漂亮一下啦 ok 好 所以呢 今天带你们看这个Avira的Type-C 就看到这里啦 然后有机会的话呢 下次我就带你来看这一边的 这一款的show unit 然后现在呢 这边已经是开放能够预售了啦 然后他的价钱啊 配套都非常非常吸引人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联系我美美 因为找房产要找美美 所以我们下次见 拜拜 记得要看其他的影片哦 再见